两个前锋凑得比较近 或者三四一二 有前腰 所以在打五四腰的时候 对于中锋对于两个边一位 要求会更多 推命案的传球 头球顶到了 翻评了比分 龙东 赛季第二球 也是第二次用头球 完成了中超联赛的破门 一比一 其实随着这个辩证 他大连人把整个阵型推上 这么多的进入到进攻区域之后 龙东的空袭的能力就发挥了 助攻的球员 刚刚上场的崔明安 用左拽的换人 换上场的球员 都在球队进球的时候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球呢 崔明安他实际上到了 李帅旁边来承担一个 传中的任务 但是在这一刻 其实哈姆西克 进到了比较前的位置 所以其实江苏尼伊购的中场 他很难去抉择 怎么往边 还是往中去防守 这个时候崔明安 获得了比较大的传中空间 一人